谢谢大家邀请我来这边讲 那我们现在来讲到Sara La Minas 这个是希望能够在墨西哥成为下一个主要的银矿山 好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边是我们的前瞻性的这个声明 还有呢 特别讲到我们的勘探的部分 还有呢 我们现在目前呢 透过一些呢 我们讲预线的这个评估的一些报告 这些声明都已经写了 来 我们用这个 我把这个幻灯片改成另外一种的呈现方式 好 来 这样一样 谢谢 谢谢大家把我接上线 然后我今天最主要要来专注我们这个旗舰的问题和旗舰的这个项目 我已经想到说呢 他已经属于这一系列的这个分类 然后还有呢 60%的以后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 他也这边已经有讲到说在墨西哥 Duranga这地方以后的白银的一个上涨的精英 那我们其实在这里呢 其实呢 已经可以呢 当然有 在这附近你知道可以开发或者是开采 那我们现在在2022年就已经呢 就是这个PEA呢 这个呢 当时就讲到说这个项目是有项目有这个15年的这个寿命 然后呢 其实呢 就是白银更新你知道接下来他们有很高的上涨的机会 然后呢 这个现金流会很好的 高收入还有高现金流 然后呢 我们也对这个项目非常的积极 我们也非常的就是呢 也认为呢 这个项目是有一个 然后这个百分之百这个项目是我们的 其实呢 每次你在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知道这项目一定是要是你的 然后呢 我们的财务长呢 也一直在执行他我们这个整个项目 那接下来也都一直在做 那我们再讲到公司的这个整个推划剂 那呢 现在呢 我们在等到我们的第一季度的更新初步的这个经济评估 我们现在在等 慢了一个月 但是在等 然后呢 现在在对我们的这个CLM的这个项目 现在在做进一步的看待 然后呢 我们也已经识别了新的在另外一个项目 我们现在在墨西哥的州南部的一个oral的这个项目 然后呢 我们现在2024呢 我们现在在得到 但是希望Hermenus这个项目可以参看这个许可 参看这个金跟银 那一样 我们现在在讲到银过去这几年的表现 那我想要跟你提醒一下 这个是最高品位 然后在全世界里面的现在最高品位还都没有开发的一个 未开发的银矿资产之一 那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地方 我们特别讲到跟其他的一些矿床的话呢 如果讲要跟全世界其他的比一下 那呢 其实呢 等于是说我们等于是在一个算是一个 算比较大的一个路线矿场 然后但是呢 我们呢 这个平均呢 我们的这个品位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然后呢 我们再讲到的这些其他的这个资源跟其他的开发 这个路线矿场的话呢 我们肯定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在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呢 比较高一点的这个high margin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我们这边啊 感觉我们这边的是比较大一点的 而且呢 也比较好一点的 那其实在这项目里面 比起来都是比较好一点 比较大一点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讲到我们的市场的资本状况 这边有一点点呢 不够 那我们现在大概是呢 现在这个股价是已经是20C 那呢 现在已经是超过呢 600万 现在目前 我还是认为我们公司的这个资产项目还是一样 然后 还是呢 这个价格还是不是真实的反映我们公司真正的这个价值 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在130就是 那呢 那我认为啦 是说 呃 还有一些 我们认为呢 还是有很多很多公司有很多很多大量的一个投资机会的 那呢 当然呢 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分导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 Silver Star啊 那这些等等的相关的报导都也在报导我们公司 那呢 公司的这个团队跟董事会啊 那呢 其实呢 在墨西哥 他们这些成员都是非常成功的人士 那你看一下董事会的董事 你会发现他们呢 在这里呢 都是呢 有在墨西哥开发的 开发的这些项目的经验 你可以看到呢 在墨西哥的这个项目 也是 Second Tag的这部分 那墨西哥那边也是一样 然后也会看到墨西哥那边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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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可以在Ellamone 这些相关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整个历史会发现到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一边的这整个团队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把他们带到 然后呢 在公司 然后呢 来操作 然后呢 销 不管是透过销售 或者是合资呢 我们要来确定 把这个整个矿款的开发 生产 然后呢 一样 我们来做出决策 那呢 还有呢 这个项目呢 我们现在在 这个我们讲 就是白银矿床带的这个 它是在墨西哥中部这边 我这边 你看着我鼠标 这个地方超好 那是在 西亚马拉德里的东边 那我们是在呢 里面内部的一个高原里面 然后呢 在呢 中北 中西 墨西哥的中北部呢 就是在 当然就 没有知道啊 这个山的部分 也就离开那边 那而且其实呢 当然呢 是一个 它这个区域也好 那呢 我们呢 也已经花了超过 就是3500万美元 来把它收购 来做探勘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也有最新的这个资源量呢 还有我们这个PEA 我们讲的这个第一季的 第一季的这个报告也会出来 然后呢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呢 看它呢 还有工程上面有一些上升的简历 我们讲的 就以这个工程的部分 我们一定就光这个部分 我们会去修改一下我们的PEA 然后我们接下来 下面几个礼拜 接下来几个礼拜 会有最新的结果 那公司还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URO 一个是Hermanus 你可以看到橘色的跟右上 就这样啊 我今天不会讲太多这两个项目的事情 那呢 来讲到 我们现在讲到Sero Molesternes的这个项目 然后呢 它现在呢 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矿景的这个地区 然后呢 有两个高公路 然后呢 它是在瓜拉路贝这个南 这个城市往南 那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体 然后10分钟就会到了 你知道我们的灵城 这就是我们这边整个矿产处 位储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的整个设备 基础设备都已经有了 然后呢 我们也有了一些所有的社会许可的创意 然后呢 还有呢 还有 我们有很跟这个当地的军医呢 有没有 了HEDO呢 也签订了这个 这些人员呢 还有这些社区 所以我们都已经签了一些协议 然后我们跟他们关系也好 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呢 在这个墨西哥南边 我们讲重要的事实 就是那些墨西哥 当然这个是呢 其中的一个 你有看到双项的这个公路 然后呢 那边是我们的项目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边有没有 这边有这个地上 有没有看到这边处 有一块地啊 那你会这边有六块区 六个区的这个矿区 那在这边 在这里 这个山脊 这边有看到 这边有四个已经知道的矿床 然后呢 在东边有两个 左边有三个 然后呢 在中间的部分是我们的北区 然后呢 我们叫做东北区的一个这个Sara 那一样这个是在 这边就只是 就是大概从我们的主要公里 公路那边就只要几百公里就到了 然后呢 这个是我自己的唯一 今天我们只看到地图就是只有这一张 那呢 你会看到这个我们的CRD 你会看到这个CRD就是银千辛的 这整个系卡也使用的 那你会看到这边 就是侵入性的那这边是粉色的 然后还会有加热的 让你知道 你可以发现到呢 在这里面呢 你知道看到它这里 这边呢 如果它这里加热 看到绿色的部分 你可以这边有加热 然后还有红色的 还有把它加 就我们高亮的地方 黄色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然后呢 如果用3D的方式 来展示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个呢 整个矿产的地方 矿化的地方 你会看到有两个地方 这边有两个这个矿化的地方 它是其实是连着这个结构的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它分布的就是呢 然后再往右边 往东边那边呢 大概就是只有 大概就是地表下500米 那呢 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这样 因为我们还没挖 那那个500米 我们还没往下挖 就只挖到那里 所以下面可能还可以再继续挖 它那矿化的地方呢 我们除了已经识别了外 东边 那当然呢 西边有一些已经有开了 但是呢 我们需要再做稍微往生里面再生 那呢 这边是我们的这个矿产资源 我只想要跟大家就稍微强调一下 这整个这个规模 就光这个 呃 就光这个白银的部分呢 在我们的资源里面呢 就已经有超过1.2亿的 然后呢 你可以 就我们讲棒哦 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新呢 也是一样 2.5亿的这个棒 这个这整个 我可以说的是 它这整个矿化的部分很多 还有超过1亿的 就是这整个矿化里面有盈 那当然 你要讲到说 它是整个 然后整个整个的资源量 有超过 超过大量的 所以呢 我们就光白银的部分 它自己就已经 本身就已经很大很大的一个矿床 好 那我们之前的PEA呢 就是 呃 就是先讲到说 我们最基本的状况呢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非常的有效 我应该这么非常的好的一个结果 就以现在目前 当然肯定这个价格是好的 那呢 当然扣完税以后 MPV就是呢 3.49亿的 那等于是说呢 一股呢 等于是1.55加币 你要记得 我们只今年喔 先讲喔 现在是交易是1.2 那呢 IRR的这个 这个利率啊 大概就是呢 18不到 然后内部收益就是不到18 那呢 当然我还要在这边讲 这边呢 还有一些呢 整个基本情况下的收入37亿 然后呢 你知道资本支出是3.41 那 那我们讲到呢 其实呢 我们收到这个贵金属 跟这个新的基本收入 那呢 你可以看到呢 白银是42 新是占39% 你如果看一下 你在这边 它其实在这个表格呢 你会图表 你会看到左边 然后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 这边有一些的这个不同的这些呢 贵金属的 我们讲啊 银啊 还有铜啊 还有 你可以看到这个银的这个等量呢 是前8年的时间 那我们做了 就是我们生产了就是1340的 这个340吨的这个 然后呢 你会发 哦 盎司 对不对 1340盎司的这个白银 那呢 当然我们就是说呢 这只是呢 少于不到500的这个 500盎司的这个白银 那一样 当然我只是在讲 其实呢 你如果要看一下 所有的任何的生产白银的这个矿山的话 这个只是丁山一角而已 那呢 如果大家再看一下这边右边的这个相关数据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整个这个空间 那我们就要讲说 要怎么样去弄到新的矿场呢 那是不是要把现有的这个资源再增加 然后呢 把这边中间的差距拉起来呢 然后呢 希望呢 能够把这个 我们讲说 它有新矿产 然后呢 再来做黄金回收 那所以你在这边 你没有看到任何黄金的这个 在这里面的这个收入我们没有 如果我要是把黄金的这个收入再放上去的话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呢 当然我们还有CAPEX跟OPEX整个更新 那呢 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这整个的这个资源 然后呢 工程再升级 降低成本 然后工艺的这一部成本 然后呢 我们现在也有发现到呢 这个氧化物的矿化 这其实呢 带影响一些事情 但是呢 同时还有矿石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也认为这是呢 当然在基本情况下呢 其实它是会也是会有一个潜在的机会 那我后面会再跟大家更新 那如果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再往下 如果你看一下现在的这个金属价格的话 你可以看到的 你会发现到 其实呢 这个银更新呢 它们其实敏短它反应很快 然后呢 如果你要是看到呢 基本的最刚开始的基资金啊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我们有这个能力 能够增加 然后呢 增加这个NPV的这个价格 那当然是在项目最后的实际上 当然还要再扣掉那整个的采矿的这一些成本啊 那当然呢 扣掉以后 它的这个整个NPV一定会下降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认为还是 我还是鼎鼎乐观的 就是我认为呢 当你看到这些现在目前的这个金属价格 然后呢 这些呢 分析师他们认为呢 这个金属的价格呢 在2024年的时候 到20205年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么样一个 他们是认为就是你知道这个项目一定是 非常的有效率的 然后当然呢 这个价格 它的这个预知分析这样 好 那我要再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其实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 我只想要跟大家讲一下看摊的部分 然后呢 我再讲到后面呢 就直接讲到后面的这个 这个我们今天幻灯片的后面 如果你想要稍微多了解一下我们的项目的话 那我想要邀请您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去 那呢 或者是看到我这些幻灯片 然后你再稍微研究一下呢 这些图片 然后我这边提供的信息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到说呢 其实这些都蛮有效 蛮有用 让你去来检视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在这边西边的这个矿床呢 你可以发现呢 它已经呢 在地表下呢 延伸到一公里下 那这代表呢 这一中间这一块 它下面还可以继续开采 可以探勘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 Lava Corner 还有Nord Fosify那边都会有项目 那我现在呢 当然呢 也看到了一些UV 还有呢 我们用到我们的一些整个分析的方式 那呢 我们也会开始慢慢的来找说呢 哪一些区域我们可以去做跟进 那你可以发现到呢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展现出说 我们继续会再去勘探潜在的一些矿床 那我在这边都已经把这几个潜在的都已经放出来了 大概可能的一些目标区 那呢 可能可以去开挖 或者是可以再去呢 开发或者是扩张我们的潜在的这些资源 那希望就是说 可以增加至400万吨到4800万吨的这个矿化物 那那当然呢 这个呢一定是可以让 如果一旦做到这样的话呢 更多的这整个开矿的呢 你知道会增加一些引力 那呢 我们现在呢 开始在做进行这一些你说的研究啊 然后我们要扩大 那我们现在目前呢 正在做这个技术的机会 提升项目的这个经济效益的这个技术 技术经济机会 那呢 当然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过这一些 那我会先跳过几张的这个项目 那呢 我在这边讲 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呢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多元化的资产 然后突破的经济评估结果 然后我们有非常严格的这个整个 这个整个 呃 程序呢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公司比较好 然后呢 在接下来几个礼拜 我们会有更新的PEA 就是初步的经济评估 然后我们也已经发现到 确认到新的看摊 然后呢 我们是希望在Hermanis这个项目 在24年应该要开始开专看 正在进行中的就是地表的这个摊抗 还有新确定的一些目标区 然后我们也会确定 那我也谢谢 谢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剩下有几分钟的时间 来跟大家来让接受大家的问题 这个墨西哥 它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去开挖呢 还是说 还是目前政治状况不好呢 呃 我是转快的 就是说它不一样 不同的这个州或者不同的区呢 省呢 它会有不同的风险 那呢 当然呢 在呢 联邦等级的话 它也有一些风险 那因为呢 新的这个开产的这个 矿产的这个法律呢 它有新法律 那丁人狗的部分呢 其实是北边的一个州 那呢 它是一样有很多的这个矿产 那有很多人呢 就是一直在唱 推唱就是在推广 就是要强调说可以开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加入Durango 这个群组 那这一家公司呢 其实呢 这个公司呢 有一些公司就是说 联邦等级的联邦等级来看的话呢 有一些呢 在讲到需要 联邦的这个法庭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说这个是否合法性 这个部分他们要做判决 那呢 其实它就讲说那个法律呢 不合法 因为当时 以前是非法的带进来 在采用这个法 所以这个法就不适用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法现在目前呢 已经被暂停了 所以它可能是等于是说 新的 就是说其他的这些 开这个矿 跟矿产开采有矿 有开矿的这个当时的那个 开矿限制的法律呢 现在是正在是暂停吊销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呢 可能在那之后会是一个好消息 那呢 我认为呢 我们是开 我认为墨西哥这个开矿是好的 那而且要符合这些呢 这个我们讲环境的这些调整 那呢 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最近会再增资吗 那我认为我们应该可能 在接下来几个月时间 我们可能会想要增资 但是我想要先看一下 第一季的一些经济报告 然后呢 看完之后 我们再想说看要怎么样来去增资 然后呢 我认为呢 最近呢 其实这个时机也不错 尤其是我们的金属钱 金属的价值也价格也增高 那呢 我认为现在目前为止呢 这个项目也在做 所以呢 我现在呢 该达标的也达标 所以成好 那好 谢谢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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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呐